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们画图反正就画它的 上面假设说我今天 把刚刚1跟2要合在一起的话 所以我今天就是先什么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长条图 OK 那我看一下长条图的 长条图的部分的话就是在这上面 把这个长条图这些 这个颜色好像没用到 然后最重要就是说长条图的位置这边 所以如果说将来你有一个以上的图的话 那你就要在这边跟他讲说 你一个PLT的这个物件 里面的话有一个属性叫sub 这个price的这个主要关键叫个sub 那也就是说你要画纸图的话就加个sub 那后面的话总共会有三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是他应该放在哪一列 所以这边1的话是放在第一列 所以基本上如果下面也是1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图就是两列 那后面的话加上2的话 指的就是什么 这个图将来画出来就两栏 就是说这个图将来我需要画出来就列 列特别重要 列就是横向的 有没有 列是横向 所以这边是一列 一列 两栏的话意思是说 这边是第一栏 这边是第二栏 这个概念跟那个eSale 有几乎一模一样 以色列里面也是列 横向是列 纵向是蓝 应该有这个概念 所以你有写VBA也是同样 所以只把类比过来 那再来就是说 如果你要把第一个长条图放进来 你跟他讲就是说 你要放在这两个的哪一个 那当然基本上后面加一个e 1指的是 我要放在这个第一列的第一 因为只有两个 一个两个 所以这个是1 这个是2 OK 有这个概念之后的话 请各位看一下subprice 那这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1指的是第一列 2指的是两栏 那我就在这个1 2两个 我放index1 OK 底下再来看 接下来就是我的圆柄图 圆柄图位置也是一 一列 两栏的 第二个位置 OK 然后最后把它画出 所以最后的话 一样做秀的动作 所以基本上就多一行 位置 两行 特别是要放在长条图的下面 这个是圆柄图的下面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把它秀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最后如果两个合并在一起的话 就长这样子 有没有 所以这边是长条图 这边是圆柄图 等下如果说你想说老师那可不可以换一下位置 change 一下呢 那change 怎么change 很简单嘛 就是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2嘛 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1嘛 这样不就好了 OK 试一下看会不会ok 如果ok那应该没错了 诶 有没有 诶 有没有